第一集 也就是所谓的CMR 这些是比较危险的物质 已经开始做了 您的担心是对的 另外我补充一点 其实彰化地区我们也是比较担心 就是说以前有客厅级工厂 所以彰化地区比较多的电镀工厂 我们尤其担心不是它故意的注入 是它偷牌 偷牌从土壤还是会下渗 也会影响地下水 这部分我们也是加强计查 其实我相信说 这个院里面或署长应该也很清楚 在前一阵子就是彰化 这边的电镀业者 被地检署这边这个机查 就是说他们的水偷牌 或者是有的是 听说还直接灌到地下水层 那这个都会影响到我们的饮用水 那当然就是说我们署里面 这样一个修正 大家会担心就是说 万一如果我们的机查人员 不是那么的这么缜密的去检查 然后业者可能有那种侥幸的心理 我把这个污水直接注入到地下水 那这样神不知鬼不觉 这个我相信这个影响是全台湾 所有人民的身体健康都会赔上 所以我希望说我们署里面 针对这个部分真的要非常的用心 而且整个台湾在1972年 这个谢东民谢主席 担任沈主席的时候 那时候提倡说客厅及工厂 那真的是小工厂林立 尤其是我们彰化 不一定就是彰化是一个农业大县 那也是中小企业最多的一个县市 中小企业最多的一个县市 那你看到的很多农地上面种的很多工厂 那大家也希望说 很多业者他是脚踏实地的在做 那他也希望说能够取得一个合法 合法的经营 那我们也看到说 我们的经济部也好 或其他相关单位也非常的用心 就是针对这个未登记的这些工厂 来辅导他们能够合法去经营 那在去年的时候 你们也办了公厅会 那也邀请很多的学者专家 大家一起来齐聚一起来讨论 那也看到就是说有会议记录 那也很多官员提出自己的见解 那结果我们上网看 就是说去年的这个工厅会 到今年2月份才把这个工厅会的会议记录 登录在这个网站上面 那我们是希望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行政院这边的效率 或者是我们经济部这边的效率 其实是有点慢 因为很多的业者他们是非常关心 他们希望能够取得合法的经营 他们希望说怎么样才能合法 那我相信说经济部这边 也非常的用心要去辅导他们 可是我觉得辅导的这个 有点牛不化 有点慢 那我相信很多中小企业 真的在现在 真的希望能够得到政府 一个关爱的延伸 因为要登记 这个 我们的这个临时工厂登记证 也不是那么简单 我想请问一下部长 到现在 有申请临时工厂登记证 然后到现在有通过的 到底有几家 一共到现在为止申请了11416家 那已经核准的是4656家 那么现在呢 他已经申请 但是还没有核准的 就是有一些条件 他可能还不合 还有6700多家 这个我们就像您说的 我们持续辅导 那当然可能会觉得说 速度能不能再加快一点 我们再把能量看怎么样去扩大它 不过案子都有在做 大家都知道这些 这些不合法的 不是 未登记 总是迟早 总要帮一点忙 他最后终究做不了 那也只好 只好要另外一点 另外一种处理方式 那部长有可能就地合法吗 就地合法 他符合条件 我们条件还蛮多的 假如说他在聚落区 他是个聚落区 那假如说都吻合的话 那我们就会让他化成丁种用地 改成丁种用地 那就可以 慢慢的 他就逐步走向合法化了 那临时工厂登记了之后 后续呢 后续我们就辅导 这个也有一个时间限制嘛 对不对 有 对那再来呢 他假如说到了109年 我们经过辅导 他还是没有办法做得到的话 那我们就要求地方政府要取缔了 但是部长 你知道很多中小企业他花了多少新力 在希望能够努力达成我们政府的要求 就是能够合法 那既然就是说到109年 那总是要有一个配套措施吧 對 我們輔導的資源都會進去 我們有輔導幫助他們 比如說水要怎麼改善 這個公安要怎麼去處理 我們都有輔導的資源會進去 那當然惟恩您如果 如果覺得什麼地方不足 當然一方面也可以告訴我們 二方面我們自己再看看 能不能再把那個輔導的能量 再把它擴大一點 我是覺得這個部分 我們這個部裡面真的要多用心 因為我相信所有的中小企業主 他都是真的是戰戰兢兢 腳踏實地的在經營自己的企業 那當然就是因為 有這樣一個歷史工業 當時的政府的鼓勵 所以才會在自己的 這個可能是住宅區 可能是在自己的農地上面蓋工廠 那這樣子的一個政策下來之後 我覺得政府有 有這個責任要去輔導這些工廠 讓它能夠合法 能夠合法然後能夠合法去經營 我相信這個也是所有中小企業主 他們的希望 我也聽到就是很多中小企業主 說要去新清這個臨時工廠登記證 要花很多錢 真的要花很多錢 不是是消防 消防然後整個建築 整個要怎麼去修改 這個要花很多錢 因為他要投資嘛 我們也要求他把條件要改善 那如果說既然投資下去之後 你們就是要盡全力去輔導他 好不然到109年之後 如果他還沒辦法通過之後 你說的縣市政府可以去 要取締了 那也許他的心血就複之一句了 所以我希望說我們的 這個經濟部這邊 針對中小企業 所有未登記的這些臨時工廠 能夠 這些工廠能夠 很用心的去把他們輔導 讓他們都可以有申請的 就表示他們有心 有心要合法 那既然有心要合法的話 那就拜託我們的經濟部這邊 真的要盡全力去輔導他們 讓他們都能夠合法去營業 我們的部長這樣可以嗎 應該要的 這個本來就是我們該做的事 所以拜託我們經濟部這邊 真的因為現在經濟也不是很好 那所有的這個中小企業主 花這麼多心力 要去合法 就拜託我們經濟部這邊了